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挨多绘本的燕子。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谁偷了包子》,是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 妞妞家的包子铺生意可好了,可是有一天,她发现有人偷了包子。 到底是谁偷了包子呢?让我们一起在故事中找找答案吧。 从前在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包子铺,这家的包子又大又香,每天来买包子的客人都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伍。 包子铺的生意好极了,妈妈每天忙得团团转,妞妞却觉得很孤单。 要是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一起玩,该多好呀。 这一天,生意非常好,晚上快关门的时候,只剩下八个香喷喷的尖角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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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绸缎店的老板推开门走进来。 嘿,给我拿五个尖角。 盘子里只剩下三个尖角了。 哦,妞妞有点困了,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气。 咦,怎么回事?盘子里原来有三个尖角,怎么只剩两个了? 另外一个,到哪儿去了呢? 难道是我看错了? 她使劲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只有两个。 第二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只剩下九个优大又香的菜包子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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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妈妈妈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菜包子呀 鬼丫头 自己吃了还装傻呀 妞妞觉得很委屈 包子到底哪儿去了呢 妞妞决定一定要抓住偷包子的小偷 她想了一个好方法 这天晚上妞妞悄悄地溜进了铺子里 她拿了五个包子放在桌上 又去厨房拿了些面粉撒在了桌子周围 不知好后她悄悄地躲到了桌子下面 妞妞在桌子下面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嗯 天亮了 她赶紧爬出来往桌上一看 五个包子少了三个 盒子里就剩两个包子了 而妞妞撒在面粉上开着一朵一朵小小的印花 夜晚再次来临 妞妞又将包子放到了桌子上 四周用盘子 碟子 碗 垒得高高的 还把又湿又滑的油撒在了地上 听到响声 妞妞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 包子小偷滑倒在了地板上 原来是一只瘦巴巴的小黑猫 妞妞轻轻轻地抱起了小黑猫说 你是不是因为太饿了才偷吃东西的呀 妞妞给小黑猫起了个名字 叫闹闹 闹闹 你就当我的弟弟吧 从那以后呀 妞妞和闹闹天天在一起 无论是玩的时候 还是吃包子的时候 妞妞闹闹 过来吃包子咯 妈妈一共拿来了七个大包子 妞妞和闹闹吃了四个 还剩三个 原来两个人一起吃包子 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包子小偷是谁吗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